大师兄回来了 你说什么 我感觉到 全部都回来了 Flex模型最近爆火 我也是玩了两天 可以说吊打之前的SD 1.5模型和SD XL模型 我们先到官网看一下官方的出图的展示 这些图片都是Flex模型根据提示词指出的图 可以明显的看到质量比起SD XL又上升了一个档次 不管是在审美还是图片质感上都有字的飞跃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因为这次Flex模型的训练数据更大 是之前SD XL的4倍 涵盖了几乎所有的行业还有风格 可以和现在的MJ不相上下 这次的模型进步 我测试后主要有下面几点 第一 图片质量还有审美上又进一步提升 可以看到这张风景图已经非常真实了 而且质感非常不错 还有这张两只蚂蚁在树叶上开查会的微距照片 照片清晰 质感很好 光照和反光体现都不错 第二 在文本的理解能力和深层的精准度上面大大提升 可以看到即使提示词很复杂 在左边的图片里都有体现 而且非常精准 这是Flex模型加入了T5文本模型 对提示词进行编码 可以直接用自然语言描述写提示词 也就是说可以直接用口水化描述进行文生图 比起以前要方便很多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会写提示词啦 第三 在手部还有人像方面进行的优化 手崩坏的情况大大减少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手部并没有出现崩坏 而且手的纹理也清晰可见 人物皮肤质感和真实方面也提升了不少 不在意眼AI 我第一眼看到这两张图片 我也看不出这AI生成的 第四 Flex模型可以直接生成任意分辨率的图像 只要你显卡够用 不管你是横幅还是速途都可以生成 几乎不会出现崩坏的情况 不像之前的SD1.5和SDXO模型 只能生成512或者1024的图像 第五 Flex模型对英文生成非常精准 不再像之前需要借助LaLa 即使是很长的一串英文 也能精准地画出来 很少会出现错误 在英文没有出现错误的情况下 还可以根据你的提示词在后面加爱心 是不是很牛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Flex的模型下载 Flex模型这次官方推出了三款模型 分别是Pro版本 Dive版本 还有生料版本 Pro版本是质量最好的 同时也是在用显存最多的 至少要24G 没有开源 只能API介入 这个就不讲了 重点讲一下Dive版本 这个版本分为16精度还有8精度 两个版本我都测试了 效果相差并不大 推荐使用8精度的模型 也就是说你的显存16G 就可以使用Dive版本的模型 效果也很不错 如果你是4090 你非要使用16精度的模型 你就去下这个23G大小的 这次的模型和之前的SD3是一样的 分三个模型同时使用 所以这个Flex模型专用的VAE模型 也需要下载 同时还要把这两个Clip模型都下载好 如果你下的大模型是16精度的 你这里就要选择16精度的Clip模型 如果是8精度的大模型 你就下8精度的Clip模型 Clip模型这次使用的是双模型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AO模型下好 假如你的显存只有12G 那这两种模型你都使用不了 没关系 火锅给大家找到低显存使用的Flex量化模型 即GOF 即GOF是Flex的量化模型 是为了提高出图速度和降低显存使用而生 最小的模型大小情只有4G左右 经过我测试Q4 Q5 Q8效果都比较好 相比之前的16精度和8精度的模型质量并没有下降多少 我相当推荐低显存的保址们使用这个模型 同时也感谢作者辛苦的付出 一会儿我会为大家演示8精度模型和ZGOF量化模型的出图对比 讲了这么多模型 你一定已经晕了 没关系 火锅已经给大家把模型都整理好了 放什么位置也写好了 下载好放进对应的文件夹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样大家就不用慢慢去找了 OK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Flex的8精度模型和ZGOF量化模型的出图对比 Config要怎么安装 我之前的视频已经详细讲过了 这里就不讲了 要使用Flex模型 必须把Config UI更新到最新 到版本管理这里 点击右上角的一键更新 这样就可以把内涵更新到最新了 然后把扩展也一键更新到最新 也就是你的Config UI插件 都更新完成后 就可以点击一键启动 打开Config UI啦 我这里已经把工作流做好了 上面是ZGOF量化模型的工作流 下面是FPS8精度模型的工作流 今天只讲我觉得最好用的这两个 因为Flex是同时使用三个模型 所以我用橙色的分组把模型加在节点框起来了 第一个是Unet模型加在 这里选择FPS8精度的大模型 下面的类型选择FAD这个 效果会比较好 接下来是选择双Clip模型 选择我们下载的Io模型 Clip模型选择T5的8精度模型 这个模型主要是可以用自然描述写提示词 第三个类型当然是选择Flux VAE选择Flux专用的A1模型 只能选这个 OK 都选择好后 就可以在绿色的框里写提示词了 Flux模型是不用写负面提示词的 是不是超方便 然后上面的ZGOF量化模型的工作流有一点点区别 它的Unet模型加在器 是需要单独下一个扩展组件的 我也会放网盘 然后模型选择你下载的ZGOF模型就可以 型号我这里选择Q55 下面的双Clip和VAE加载器 选择和FP8精度工作流是一样的 因为是8精度的量化模型 所以同样选择8精度的Clip就可以啦 好了 现在可以开始写提示词 进行绘画了 我这里把上下提示词都写一样的 种子也固定成一样的 这样方便对比 然后点击右边的 添加提示词对列 开始生成图片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两种模型生成的结果 其实差别不大 但是ZGOF量化模型占用的显存会更少 生成的速度会更快 所以我比较推荐使用ZGOF量化模型 毕竟不是每个人的显卡都很好 这里我把出图的主件重新命名一下 方便大家对比 我们再换一组提前写好的提示词 就选择这个提示词吧 一个小宇航员在月球上从蛋里孵化出来 都是用自然描述语去写的提示词 这个模型缺点就是生图的速度有点慢 我就减去生图的加载过程了 可以看到即使提示词很少 出图的质量也是非常高的 这次感觉ZGOF量化模型的出图细节更多一些 我们继续换新的提示词 设计一家花店的logo图案 元素有花朵和字母Flowers 粉色主图 抽象 感觉设计的还不错 字母也没有出现错误 继续换提示词 这次换设计德克式的logo 设计一家汉堡店的logo 带有字母Dikos 这个设计我喜欢 简洁明了 我一看就知道它是卖汉堡的 我知道你们不想看提前写好的提示词 那我就重新想一些提示词吧 一间破旧的房间里 放着一架不满灰尘的旧钢琴 钢琴上放着一张旧照片 墙上挂着一幅爱因斯坦的画像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钢琴的椅子上 把翻译好的提示词复制粘贴进去 词笔相当精准 甚至仰光透过窗户照在椅子上也表现出来了 两个模型生成的结果还是区别不大 质量都差不多 继续写新的提示词 测试下对英文的绘画能力还有准确度 厨房的菜板上摆着用水果和蔬菜拼接而成的字母 AI火锅 生成的结果相当有创意 字母也没有出现错误 提示词词别精准 两个模型生成的结果还是区别不大 还是觉得GGOF生成的好一点 接下来测试下模型的泛用性 提示词写 一张玛丽莲梦露的旧杂志海报 这个结果不太满意 把海报改成报纸看看 这个结果就好很多了 这次效果感觉 FP8精度模型表现更好一些 旧报纸的细节更多 更逼真一点 我们再测试一下在商业摄影方面的出图效果 提示词写 一瓶沐浴露放置在森林中间 远处有美丽的瀑布 水花溅在沐浴露上 美丽的夕阳照射在沐浴露的周围 沐浴露的周围有飘落的花瓣 商业摄影 这个提示词的识别也太精准了吧 而且图片的质感非常nice 我提示词写到的东西 全部在图片里有美的体现出来了 不得不感叹 AI的进步速度真的好快好快 再写一组新的提示词 测试一下这是不是偶然 在教室里 一位穿着黑色西装的女教师 指着黑板 黑板上写着 Hello AI火锅 最后是粉色粉笔画的新型形状 好吧 这并不是偶然 FLOX模型的却很强大 对提示词识别很精准 最后这个粉色粉笔画的新型 也是完美体现出来了 牛掰 最后我们再测试一下 FLOX模型 对不同风格的绘画表现 提示词写 日本东京的夜晚 漂亮的樱花树下 有一对情侣在散步 日本动漫作品 二次元结果的表现 也比SDXO模型的表现要好很多 这里把散步去掉 改成情侣面对镜头微笑 这样好看多了 这次两个模型的表现 有一些区别 但是整体都还不错 我更喜欢右边一些吧 再来写一组油画风格的提示词 厚厚的油画笔触 会画出一只鲸鱼 在夜晚的城市上空 星空闪耀 对油画效果的表现也不错 是我想要的风格 而且构图很有想象力 你们在写提示词的时候 就像我这样用口水化写就行 图的就是一个方便 工作流还有模型 我都会打包好放在粉丝圈 你们自取就行 总结来说 强力推荐大家学会使用FLOX模型 之后会加入CtrlNet的使用 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的学习 慢慢的就什么都会了 不懂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注我 让你在AI的学习上 稍走弯路